开放摇火 宝庆天 铁面乌子 边中间 历史上的包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感兴趣的老铁可以把铁面乌子打在弹幕或者评委区里 接下来就让我们揭开包拯幕 1973年直树节这天 安徽日报登出一则重磅消息 上面声称包工的墓葬被挖出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异会事呢 原来合肥第二钢铁厂正准备新建石灰窑 忽然在东郊大兴广场附近发现古墓 当地人都说这是包工墓 这立刻引起考古部门的注意 为了保护墓中文物和遗骸 考古人员立刻赶到现场 进行抢救性发掘 然而现实很快给他们沉重一击 眼前这座墓葬 只是供后人平掉的一种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包拯幕 那么包工的买骨之处又到底在哪里了 看过包星片等相关影视剧的朋友 应该都对黑脸包拯印象深刻 其脑门上还有个月牙形状 它被称为太阴式包工热夜断案 在阴阳两界通信的凭证 尤其是它的三大闸刀 龙头闸 虎头闸和狗头闸 更为包拯秉公办案 增添传奇色彩 南辖展昭和开封师爷公孙次的名号 在影视剧中也是如雷贯耳 而在史书资料的记载中 包工并非漆黑如墨的脸谱化形象 反而完完全全具有中国古代文人特征 白镜面庞 轻瘦儒雅 还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 虽然历史形象和文学艺术中的描述有所不同 但都不妨碍诗人对包工的喜爱 关于他的墓葬却是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河南拱一也有人输在安徽 直到1973年4月11日 在合肥市肥东县的谢吉乡包村 当地村民以外挖出一片墓地 考古专家接到消息后 立刻赶到现场 经过初步勘探发现 整座墓园有十几座墓葬 首先发掘的是位于角落的小墓 谁也没想到临人震惊的事情即将发生 在这座极其显漏的墓葬里 竟然埋葬着一口极其珍贵的金丝南墓棺 在棺木底部的两端还排列着 用来搬运的六七个大铁环 我们都知道金丝南墓非常珍贵 还被纳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目 在古代这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只有非富极贵的大人物才能使用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金丝南墓棺 为何会出现在如此简陋的墓葬里 然而当棺国打开那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连接奉公的包装 被称为史上第一行官 铁面无私更是他的代名词 而他死后却是疑点重重 当其墓葬被挖开后却发现 里面竟有金丝南墓榜身 难道包公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吗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专家打开了棺果 里面并不是一具完整的尸骸 只有被凌乱堆放在一起的骨头碎片 和两块残缺的墓志明 墓志明上清晰可见十六个传字 宋书密副史赠礼部 上述孝祖包公墓名 另一块碎片则是包公夫人墓志明 难道这些一部碎片就是包准夫妇吗 如果这是真的 那将是重大发现 根据人类体质学专家鉴定 发现骨骼都属于一位年长男性 史书记在包公去世十余六十三岁 所以这极有可能是包整本人 令人感到疑惑的是 如果这座简易的墓葬属于包公 那为何会出现包夫人墓志明 他的遗骸又去了哪里呢 看来要想得到更多信息 还需打开主墓室 然而令众人失望的是 这是一个被多次盗扰的墓葬 里面简直比脸还要干净 就在考古专家准备离开时 却在墓室角落找到墓志明的碎片 刚好是包夫人墓志残缺的那一角 专家推测这应该是在搬运失落下的 说明包整的遗骸很有可能跟着 夫妇俩的墓志一起从主国搬到小墓 不过关于包夫人的遗骸还是没有找到 此时专家也不敢情依下结论 就在大家疑惑青年一生的包整 为何会使用金丝南木棺 他的夫人遗骸又去了哪里时 一位老人忽然找到现场考古人员 他自称是包公墓的守护者 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干这个 据他介绍真正的包公墓并不在这里 反而是在一片油菜地里 在老人的指引下 专家来到附近 刚开始谁也没把老人的话放在心上 只当是一次普通的勘察 没想到竟真的发现有古墓 而且还是一个巨大的石造地宫 深入发泄后发现地宫被破坏的十分严重 这种惨烈的破坏程度 不太像是自然形成的反而人为破坏 就好像是为了泄一己之怒 考古人员在墓中找到一个墓影 在宋代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 才能使用这样的墓影陪葬 而包整的官只正好是二品 此外他们还在墓中找到 原本放置包公墓之名的砖台 种种线索都在表明 这里才是真正包整墓 而之前发现的空墓则是包夫人墓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搬离原墓址 到一个不起眼的简陋小墓呢 包公又为何会有金丝南墓安葬 专家在查阅大量资料后 才终于找到包公墓频繁迁的原因 根据史料记载北宋末年 精兵的铁体已经渐渐逼近中原 他们每次南下都会疯狂掠夺财物 连仙人的坟墓都不放过 不仅道具里面各种珍贵随葬品 还用一把大火将其烧个金光 包公墓自然也就成为目标 为此包是子孙不得不将仙人一骨 从主墓室迁出另找地方安葬 而包夫人已就阴差阳错享受到 包整应当受到的供奉 幸亏这位老人才让我们找到真正包整墓 也正因为包公的廉政清明 为老百姓康复正义 让这位老人的祖先定下规矩 世代为包大人守灵 这也是为什么老人会知道包公墓的位置 之后由于盗墓贼无休止的侵扰 其后人又将墓葬转移安置在这里 或许就在前一中使包夫人骨骸遗失 所以才没有在墓中找到 至于为什么会使用金丝南墓做棺果 也是后人感念包大人清廉为民特意定制的 史书中记载的包整虽没有 影视剧刻画的那养能通行阴阳两界 但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卫官在位时 更是替百姓干了不少时事 铁面无私的包公却也成为 某些达官显贵眼中的绊脚石 对其恨之入骨的他们 肯定想在包公死后对他羞辱一番 这也就能理解为何会有二十一口观的传闻 可见包是子孙对包整的爱戴和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 在已发掘出的包整遗种里 考古人员并没有发现任何奢华随葬品 仅发掘出香薰 紫婉 铜镜 铜键 桃冠 银河等普通生活用品 可见包公无愧清廉这个称谕 其中一方普通宴台引起专家格外的注意 他印证宋史里所记载的 包整任满离去时 不吃一燕归的真实故事 后经确认残留三十五块的包整遗骨 被移送到合肥新建的包公领悟 并将其重点保护起来 相关资料记载包整叙事后 曾留下一部厚厚的作译 在这一百多篇奏折中 有为民生疾苦的奔走相呼 有对贪官污吏的痛斥 也有对国父民强的诚恳戒言 他的一生虽然因清廉而略显贫困 却足以让后人长久铭记其精神 包整墓以及墓志明的出土 也更让我们了解到一个更为全面的包整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可在弹幕或下方评论区尽兴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老铁 可以点个赞或者关注 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 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地方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